一心 一心 然后那边是鲜鲜香叶 鲜鲜香叶 今天是鲜 放下 2021林善树作品展 即日起至12月12日 在国立章话生活美学馆 第一、二展览室展出 林善树以放下为命题 将万余剑手捏桃杯 呈现富有哲理性的思考观念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参观 我们常常习惯性做什么动作 那我做艺术人会希望说 改变的那种习惯性 就是说你刚看这个人的视角 我从下面看你的时候 跟从上面看你的时候 会有不一样的视角 那我希望是说我们可以 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们工作上不顺 跟人家吵架 那我们可能想一想 回过来看看自己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些心情上的转换 我希望他 他可以有一些 不是启发 就是可以有一些想法 让你有一些调整 就是说我们看事情的态度上面 可能应该 应该是可以有不一样的方式 我的东西都很简单 我做东西的态度 我希望是比较轻松的 所以我刚开始做小娃娃 嘴巴都开开的 我是你看到他的时候 本来心情很不好 看到他的时候会心情很好 怎么嘴巴长这个样子 好奇怪 但是他就是对你微笑 然后我从开始到现在 我都是做那种圆满的形式 就是说他 他有的人是喜欢做那种缺陷的 就是说我身体有某一些缺陷 我做东西是某一些缺陷 可能那你就没有了 但是我给的是 我希望他是圆满的 就是人是一个完整的人 你新的改变 所有东西都会改变 那这一次总共是一万个嘛 但是我以前就有做过 我在很久以前 在2010年大概左右 2000几年的时候 我其实有做过量的 但是量的部分 部展很不方便 策展又更不方便 那有一天刚好一个 我们南投的副机长 以前的副机长到那边聊天 我说我如果想要做量的部分 你有什么看法 他说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忙 所以这次他也来 两次都是他来帮忙 他就他来帮忙蹲在那里排 我想好然后他们帮我排 这是一个很 你看起来是很简单 但事实上做起来是很痛苦的事 就蹲在那里 然后回去以后两三天 脚都不听话 林老师是南投知名的艺术家 那他为这个展 真的是等于说是一个 长时间的一个准备 那我们熟识的那个林三树老师 他之前是娃娃系列的作品 非常的有名 那他这次为了这个展 花费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做了非常多的 字也诱的一个作品 那他的呈现的方式也跟 之前我们看到一些陶艺的作品 非常的不一样 那我们透过林三树林老师 这次的展 他是用一个比较实验性 观念性 甚至是一个装置的一个方式 来呈现他的作品 那透过这次展 那我们可以重新显示 对我怎么样看待陶艺这件事情 或者是怎么样再重新观察 那个艺术的 这个要从什么角度切入 甚至于透过他的作品 也可以感到到非常多的一些 人生的一些道理 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欢迎对艺文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这个 非常好记的一个档期 到真华生物美学馆 来参观林三树林老师 那个艺术的一个大作 林三树投入陶艺创作 超过三十年 此次放下系列作品 为林三树耗时近两年 所烧制的手捏陶杯 数量高达万余见 作品造型单纯 然而每个杯子独一无二 仿若呈现万物众生的姿态 欢迎喜爱陶艺艺术的民众 勇跃立临彰化生活美学馆 感受林三树独特的创作风格 及个人艺术天赋魅力 公益频道许惟珍彰化采访报导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